小儿咳嗽,吃药就好,停药就复发,该怎么办? 陈峰,综合内科,主任医师 这种可能原因也比较多 如果是家长发现孩子就是说 近期老反复的咳嗽 就是说吃完药以后很快能缓解 吃药效果也比较好 但是老反复出现 就是好了,又反复咳嗽 那么这种情况家长自己首先可以分析原因 那么如果自己分析不出来 比如说这个孩子是因为他上幼儿园期间 他不去幼儿园了,他就好了 吃药他也好了 一送幼儿园,他就又反复生病 那么这种有可能跟他本身孩子的年龄小 机器的免疫灵力差 还有跟季节都有关系 那么如果是自己分析不出来 你又很纠结,很担心的情况下 是应该到医院去找医生来诊断 那么我们平常见的这种孩子 有很多情况 比如说有的孩子确实是因为先天性的免疫缺陷的疾病 他就会造成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常见的叫一种病 可能家长也听说过叫咳嗽变异性哮喘 这两种病都是需要专科的医生做专业的检查 才能够发现和排除的 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也是 有一种叫支气管医物的 那么支气管医物有很多 有的孩子确实是因为医物吸进去了以后 家长可能不知道 那么他咳嗽也不是很剧烈 但是就是反复 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得要做支气管性哑 或者特殊的检查才能完全的排除 专家提示 一 可能跟孩子的年龄小 具体的免疫力差 季节有关系 二 有的孩子是因为先天性的免疫缺陷的疾病 三 还有一种情况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四 还有一种原因是支气管医物